在中国古代文化中 龙作为特殊的含义 占据了诸多的领域 从周朝开始 龙爪便有了细致的规定 五爪天子 四爪诸侯 三爪大夫 龙似乎真的存在过 可为何又消失了 如果龙仅仅是一个神话传说 为何十二生效力 只有龙是虚构的 中国十大灵异事件中 关于龙的话题不断 1989年12月 中外书斋第三卷第四期的人间骑士专栏里 奶牛厂退休干部任店员 讲述了1944年松花江坠龙事件 1944年8月的一天 我父亲任百金 领着我和于敏从来顺谢巴等 驾船出江大雨 我们出江少则三五天 多则十几天 和我们一同出江的还有四只船 十多个人 这天早晨 我们的船只行进到了松花江南岸 当时这里归赵源县管辖 位于赵源县城偏西北 十五公里处 突然发现陈家维子村后头肥了许多人 估计要比陈家维子全村人还要多四倍 我们将船靠了岸 向岸边里一个人打听 那人小声地告诉我们 黑龙江里的黑龙落到沙滩上了 一听这消息 我们既兴奋又紧张 我父亲说 鱼上不上网也不差这一会儿 走 看看去 五只船上的十多个人就全上岸 我们几乎是跑着赶到的 一看那场景 父亲那样的老鱼英子也吓呆了 只见一个黑色的巨型动物 卧在沙滩上 它太大了 陈家维子的人用柳条子在它身上 搭了个二十多米长的棚子 它有十多米长 井皮身子细 头像牛犊子脑袋那么大 略成方形 上宽下窄 头上没有叉脚 只是在前额上 长了一个扁铲形状的脚 像牛角 短切直 根部粗约十厘米 脸型和画上画的龙差不多 长着七八根长须子 又粗又硬 还不停地抖动 嘴型非常像链鱼嘴 又扁又宽 左右三十多米长 闭着 看不到它的牙和声 它闭着双眼 眼角围了一羽团的苍蝇 它的眼皮一动 苍蝇就嗡得一声飞开了 它长着四个爪子 但看不准爪子有几个尺 因为爪子深深地插进了沙滩里 小腿比小伙子的胳膊还粗 它的身子前半部分粗 由于是趴在地上 能看出接近大人腰那么高 估计直径会留意 后腿以后的部分是尾巴 比前身细但很长 足有八九米 整个形象就像个巨型四角蛇 它通身是鳞 脊背上的鳞是铁青色的 足有冰盘那么大 形状和鲤鱼鳞差不多 大群的苍蝇在它身上飞来飞去 它不时地抖动身上的鳞 发出干涩的咔咔声 没想一次 苍蝇就崩的一声飞起来 声音一停 苍蝇就又落了下去 它身上的腥味极大 相距几百米远就能闻到 而身下握着的地方 已经握出了一条长沟 身边的杂草都被它踩倒了 可惜的是 看不出脚印是什么样子 陈家为子只有二十多户人家 总共六十多口人 而在场却有三百多人 后来才知道 附近好几个村的人全来了 他们有挑筒的 有端盆的 都拿着盛水的工具 通通由陈家为子 伟村长陈庆指挥 他说 昨天下午来这里的时候 还什么也没有 今天早晨 就有人看到了这个黑龙 说明 他是昨晚卧在这里 今早被人发现的 陈庆组织陈家为子的人 搭起了棚子 然后让人挑水 往黑龙身上浇 水一浇上去 他身上的鳞就随之一抖 人们就这样 一桶一桶地 往黑龙身上浇水 当天下午下起了大雨 到夜晚变成了暴雨 整整下了一夜 时缓时期 第二天一早 转为了牛毛细雨 我们五只船 直奔陈家为子村后发现 曾经趴握黑龙的地方 现在只剩下一条深沟 沙子里还留有浓烈的腥味 据当地人讲 黑龙是半夜走的 怎么走的 到哪去了 谁也不知道 因为下暴雨的夜晚 不可能有人守着他 可诡异的是 据他趴握的沙沟东北处 还有一条深沟 明显能看出 它是站立起来时弄成的 这说明他极可能是朝东北方向飞走的 马小青的龙 一种未明的生物里 再次引用了人殿员老人 这段关于坠龙目击的往事 其实 坠龙事件 古代书籍多有记载 唐年普录记载 唐仙通末年某日 有亲龙坠在同城县境内 因猴不有伤 当场死去 龙全长十多丈 身子和尾巴各占一半 尾成扁平状 他的鳞片跟鱼差不多 头上有双脚 口须长达两丈 腹下有足 足上有轰膜 明洪至十六年 五龙挂于城北十里 九之坠地 蜿蜒不能起 有绿衣神人子空降 龙皆绕之 云寡惠名 竹尸 说的是 所在城北方向的空中 出现了五条龙 后来 五龙一起坠落到地上 似乎 无力飞走 这时 又从空中降下来 一个绿衣神人 五龙围绕在神人身旁 忽然 天昏地暗 云起雾涌 五龙与神人 就没了综 而据林安福至记载 崇祯四年 云南石平县 东南的翼龙湖中 发现巨龙 虚爪林甲 毕鹿 大树尾 长树实杖 不仅仅是龙 山海经理记载的各种异兽 也许并非是古人凭空想象的 他们可能真实地存在过 又因为某种原因 淹没在历史长河 世界上 有着诸多的未解之谜 相信 不久的将来 人类定能一一解开 天津 地处华北平原北部 东陵渤海 北一烟山 海河在城中蜿蜒而过 汇聚九河五龙 镇守金城龙脉 天津相声茶馆 别具特色 很多名家名段 都出自这里 为全国人民 带去了欢声笑语 天津小吃 数不胜数 最有名当属狗不理包子 工艺品 杨柳青年画 倪人章 风筝卫 传统手艺 让人称奇 而今天鬼叔要给大家讲的 则是天津著名的都市传说 天津日报大厦 灵异事件 传说 日报大厦施工时 有一名女工从高处不慎掉落 正好掉在了浇灌水泥的坑中 结果就被埋在那里了 估计日报大厦方面很清楚此事 一开始的几年相安无事 到后来 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事情 就开始发生了 一次 一名清洁女工 在头天晚上打扫完大厦之后 转天早晨 居然发现一地的烟蒂 明明昨天晚上 所有员工都走了之后 才做了清洁 怎么会有一地的烟蒂呢 另一件比较诡异的是 两名保安乘电梯上到了十四楼 十四楼打开之后 门口 有一个穿着很普通衣服的女人 直勾勾地看着他俩 两位保安以为眼花了 结果 电梯应急灯一闪 那个女人 又没了 两个保安吓得直接摊在电梯里面 这事儿就在第二天传开了 据说当时的录像监控里 看到了这两个保安当时的状况 监控录像也很诡异 因为应急灯闪了两下 可这两个保安却说只闪了一次 有时大厦在晚上 清洁工还能听见打牌的声音 就在十四楼 可莫名其妙的是 早已经下班了 楼里都没有人 哪来的打牌声音呢 诡异的地方还不止十四楼 传闻 每天晚上 电梯再到十一层的时候 就会停住开门 就好像是十一层那里 有人按着一样 一次 一个保安上去看个究竟 他看见一个女人坐在那里 浑身上下 只有脸是干净的 这一转眼就不见了 后来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电梯里面睡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人来了 才把他给抬走 后来 人们发现十一层的东西 无论是什么 大到桌子 小到杯子 都会改变为止 后来 还有一系列的诡异事件发生 经常有人目睹 穿一身普通工作服的女人 在楼层里出现 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 当年水泥埋人的事情 也渐渐地浮出水面 一传十 十传百 日报大厦的员工都知道此事了 日报大厦的正面大门口 有一个喷水池 据说 是高人指点之后建造的 用来这些 但效果不大 这之后 日报大厦的四周 开始建起了 一面高达一米多的透明玻璃墙面 坊间多猜测其用途 也许是受风水先生的指点 大厦请风水先生来看 说此地风水甚差 有怨气 于是 建了一对大石狮 以一阵邪气 刚放上的时候 管用了一阵 后来 听说 又不行了 甚至 日报大厦门口的两个石狮子 莫名其妙地 从眼里流水 有人就说 这是死去的冤魂县灵 后来 这两个石狮子被挪到了一条街之隔的宾馆门口 再后来 日报大厦感觉 这一切都不足以镇住那个东西 就在大厦下面盖了一个圆形建筑 是个烧烤城 以前叫大铜江 现在叫萨拉伯尔 如果从日报大厦的楼顶向下看 那个烧烤城是个太极的图案 据说 这是为了镇住楼里的脏东西的 近些年 据说日报大厦的老总 请了几个风水高人和德道高僧 来这里取鬼 后来据几位高人说 这个女鬼已经成精了 也就是有造化了 成了厉鬼 难以镇住 唯一的解决方法 就是把她的尸骨挖出来 毫生安葬 不知道修地铁的时候 有没有把她的遗骸请出来 日报大厦那时 才能真正有安宁的日子 以上就是网传的 天津日报大厦灵异事件 有网友表示 在楼下停车场 我朋友的车被砸了 据分析 是楼上十层以上掉下来的东西砸的 可是看录像 周围都找不到砸车的东西 因为那个东西砸出来的形状很有规则 也很诡异 还有网友说 我在公交车里听到的版本是 有个叫张杰的人 从十四楼下去十三楼 因为就一层 他就走到楼梯 转角的时候 听到有人在后面喊他的名字 他回头就看到 地上有个只有上半截身子的老头 伸手在他后面喊他的名字 在网络上搜索一下 天津日报大厦的图片 可以清楚地发现 其中十四层楼整层的正面都被木板封住 对外解释是 这层冲洗相片 可一整层正面被封住 似乎难以扶重 从风水学上讲 天津日报大厦 建立在五条大道的交叉口 无路合一 被拦腰阻断的煞气汇聚此处 而日报大厦的整体造型 如同一个灵牌 从空中俯瞰日报大厦的印刷车间 和五行八卦阵的造型 非常相似 在中国 一直流传有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基因得五读书的说法 命是先天条件 有的人奋斗一生的巅峰 也难以企及别人的起点 云云众生 各聚其命 运是时代机遇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比起命运的无常 风水是最触摸得到的一门运行规律 关于风水 你听说过哪些离奇的故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交流 香港流传有诸多的灵异传说 比如 往期鬼叔讲过的 广九铁路广告灵异事件 狐仙杀人事件 香港茶餐厅闹鬼事件 和油妈帝女鬼跳鬼事件 在民间 这些故事通过口口相传 让人们对于怪谈文化 有所了解 更多的是有一颗敬畏之心 本期 鬼叔就给大家讲讲 香港都市传说 辫子姑娘 坐落于马料水山头的香港中文大学 创校至今五十多年 却流传很多的校园怪探 其中 辫子姑娘的鬼故事 家喻胡小 有关辫子姑娘的传闻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就已经开始流传 传闻 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一位港中大男生 在图书馆看完书 打算沿校内的山路小径 返回宿舍 这一路上 无人行走 阴森又冷静 让那个男生直打哆嗦 他一步一步地走着 可没多久 男生就发现 在他的不远处 有位身穿白衣 后面梳着辫子的姑娘 独自在这寂寥 无人的山井间徘徊 似乎是迷了路一样 男孩心里 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加快脚步 想要上前去问个究竟 越来越近了 就在男孩快要开口的时候 皈依的事情发生了 白衣姑娘突然把头转了过去 恐怖的一响 把男生吓得晕了过去 那位姑娘的前面没有面孔 只拖着一条跟后面一样长的辫子 事后 有穿那位男生被吓得精神错乱 也有人说 男生受惊吼 大病一场 最后 一命无忽了 这个故事还有第二种说法 辫子姑娘 经常出没于港中大的情人路上 而一到午夜 她的头就会掉在树上 垂下一条长辫 一旦有人经过 辫子姑娘就会用她的长辫子 扯掉路人的脑袋 从而代替她 因此 这条情人路 又名辫子近 那么 为何这辫子姑娘 要以这副模样吓人 甚至是害人呢 又为何会在香港中大校园里出没呢 要传 那位姑娘 原为一名竖着辫子的中大女生 因为被男友抛弃 于是 在校园内 上吊自杀了 正因如此 事发地点附近就开始传出 由辫子姑娘女鬼出没 专门对 薄琴寡义的男生下手 关于辫子姑娘的最后一种说法 与偷渡客有关 也是俗称的 跳火车事件 传闻 六七十年代 不少人选择偷渡到香港 部分人藏匿于往来广州 与九龙的火车上 到点后便跳车逃走 一位年轻的女子也想偷渡去香港 当火车经过港中文大学时 她便赶紧跳车 殊不知 在跳车一刻 她头上的长辫子 被火车的某个突出物件给勾住 在行驶火车的拉力下 女子的辫子 头皮 脸皮 被一并扯掉 当场死亡 传闻 该惨案发生地点 就在香港中文大学附近 因此 有很多人都相信 冤死的辫子姑娘 她的魂魄 一直徘徊在港中大校园 不肯离去 以上 这是香港辫子姑娘 灵异事件时末 故事流传甚广 到了1995年 香港电影夜半一点钟 就把辫子姑娘的故事 搬上了音频 据说 当时电影公司 为了宣传这部电影 还找人打扮成了 辫子姑娘的模样 在闹市整骨 结果 吓得路人屁滚尿流 后来 一名男子怀疑拍到了 辫子姑娘的鬼魂照 照片中 隐约见到 一个做六十年代打扮的女子 正面看似长辫子 由风水大师认定 照片中的是辫子姑娘的鬼魂 并且 有六名路人反映 分别在望角 拳弯 尖沙局等地 见到一名 没有脸 头部前后 皆为长辫子的女子 令人不寒而栗 这条消息 无从考证 不排除是个别商家 为了赚取眼球 而搞的恶作剧 又或是社团的cost活动 谷雨云 无风不起浪 有时候 都市传说 并非是空穴来风 它恰恰反映了 当时社会的弊病丛生 辫子姑娘 可能是人类 快意恩仇的想象产物 又或许 真的存在 谈及香港 很多人会想起港片 其中的鬼片和僵尸电影 是很多人的童年音影 让人又爱又狠 即使害怕也要看完 也不乏诙谐搞笑的元素 融汇在电影之中 香港恐怖片中 有很多惊悚鬼故事和都市传说 源于生活 有原型故事 比如 鬼叔讲过的 香港中文大学辫子姑娘 女鬼的传说 据说 有一天 一名中大男学生 夜间在校园内的一条小径发现 有一名辫子少女在哭泣 男生走近 想问个究竟 怎料 女子回头 面向了男生 她的脸上 也有一条辫子 又如 香港狐仙杀人事件 传闻 在八十年代 铜锣湾温沙公爵大厦云石 出现了狐仙图案 九十年代的广九铁路广告 灵异事件 电视广告中 一群小童在森林玩火车游戏 广告中 竟然多出了一个孩子 本期讲述了 香港传闻中的 猛鬼之所 南固台灵异事件 一起来看看吧 南固台 建于1918年 当年 屋主是一名叫杜仲文的府商 这是一幢柔和了中西方 建筑风格的 两层高别墅大屋 是当时湾仔区内的著名豪宅 大屋外墙部分是以红砖 所以又有红屋之称 据街坊所说 红屋的主人已到了外国定居 以前则有几名女佣常住堪屋 工人更不时将屋前种植的水果赠予街坊 但自女佣离去之后 大屋荒废 无人打理 屋外野草丛生 附近有很多空置 且将要拆卸的堂楼 增添了不少阴森的气氛 旧楼曾经在日治时期用作囚禁为安妇 不少妇女惨遭日军的蹂躏及杀害 传闻 当时被杀妇女的冤魂一直游荡在附近 所以流传出了不少的鬼故事 街坊邓女士表示 曾听闻有一批硬八级的男青年 深夜在南谷台游玩期间 看见楼梯上有黑影向他们招手 吓得这些青年飞奔而逃 过去曾有人在南谷台过夜 也发现了屋内有怪声及鬼影 吓得落荒而逃 传南谷台每逢深夜 屋内倡议一团团绿色的鬼火 及怪光漂浮 有时鬼火也会飘出屋外 不少街坊曾听见大宅内 传出了一阵阵女人的惨叫声 而附近的中学旧校舍 义圣船有鬼没出现 曾有居民露进了旧校舍使 目睹房内的灯光忽明忽暗 有人说 过去曾有一名老妇人上吊自杀了 自此便常有人看见她的幽灵出现 也有人说 有一批青年男女 打算到南谷台进行探险 但当到达了南谷台对外的楼梯时 有人看到楼梯上 有一黑影向他们招手 其中两名少女更怀疑是灵体上身 情绪突然失控 大哭大闹 甚至力气变得出奇的大 连道场支援的警员也控制不住两人 事件迅速成为了第二天的头条新闻 居民李博表示 他知道南谷台是一有钱人家所有 数十年前 有两名工人留守 现已不值去想 李博一说出 他从前每日都会经过南谷台 上山沉练 他表示相信鬼神之说 但从未发觉此处有意 另外几名居民表示 南谷台常有吸毒人入内过夜 也不时听见少年探险者 由屋内传出的大叫大笑 他警告 年纪轻轻的少年 不应前往阴气重的地方流连游玩 因为这些行为 会造成对鬼神的不敬 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在民间 流传着诸多的都市传说 其中有恐怖 诡异 灵异的元素 也不乏诙谐的成分 有人说 都市传说都是假的 其实未必 故事来源于生活 很多故事 在现实世界 都是有原型存在的 只不过 在传播过程中 或是歪曲 或是衰减 又或是改写 你听到的 未必就是真相 但 现实世界本身 就是充满了阴谋成分 所谓的真假 它可以是真 也可以是假 切勿较真 全且当故事听吧 龙 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存在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 庙堂之上 它代表了威延和黄泉 皇宫器物 多以龙为装饰 龙在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中排列第五位 对应的地支是尘 所以有尘龙一说 人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十二生肖中 十一种动物 都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 唯独龙 是虚构的呢 关于野猫口神龙事件 坊间流传这么一则故事 野猫口是一个小镇 这里四面环山 与外界隔绝 高龄就住在这个闭塞的小镇子里 高龄二十岁就结婚了 偏偏在五十岁的时候才有了这第一胎 眼看着妻子叶敏 怀胎九个多月了 高龄心里也是乐开了花 但是 高龄的老婆叶敏 一脸愁容 似乎不太想要这个孩子的到来 某天一早 高龄坐在镇子的茶馆里 喝着茶 跟大家讲着这个大喜讯 乡亲们都说高龄这个孩子 肯定不一般 酝酿了三十年才出来 正说着 就看见隔壁李嫂急匆匆跑过来说 她媳妇要生了 高龄听了这话 非一样地往家里跑 看见媳妇叶敏脸 煞白煞白地 一直喊着肚子痛 接生婆进来了 高龄就在门外守着 只听见叶敏一声 塞过一声的尖叫 这个尖叫 一直从早上九点 持续到了十二点 高龄在外面听着媳妇的声音 想着不会出什么事吧 过了十几分钟 接生婆出来说 高龄的媳妇 怕是生不出来了 高龄吓了一跳 她活到五十岁 才有了这宝贵的一个孩子 何况 叶敏还坚持了这么长时间 接生婆无奈 只得继续 眼见着就要到傍晚了 大家听说高龄家的孩子 生不出来 都出来围观吃瓜 高龄看着这一圈又一圈的人 心里越来越着急 就直接走进了房间 叶敏脸色苍白 她看见高龄进来了 便把接生婆支走了 告诉高龄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 原来 在叶敏年轻的时候 和一个外地来的叫龙一的小伙子 陷入了爱河 本以为会平淡地度过一生 可没想到的是 三个月后 龙一突然说 她要回家了 要跟叶敏道别 她说 她不是人 而是龙 这些话 很难让一个正常人相信 高龄也不例外 突然间 天空电闪雷鸣 一道白光闪过 叶敏大叫了一声 孩子居然出生了 这孩子跟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 高龄心里想 或许真是叶敏跟龙一的孩子 可转念又一想 不会 自己跟叶敏生活了三十多年 要是龙一的孩子 早该出生了 也不该等到现在吧 高龄的儿子高强 慢慢地长大了 十二年过去了 也不见跟其他人 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区别 唯一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高强明显地 要比同龄的孩子 要高出一节 几年后的一天 高龄在街上 偶遇了一位道士 道士一眼看出 孩子他爸身上 有一股龙气 但这股龙气 很明显不是从高龄身上 散发出来的 道士就和高龄说明了一切 而高龄则讨教了 让儿子变回龙身的办法 晚上高龄回到家里 把家里藏了很久的人身 拿出来切成片 垫在儿子的床垫下面 第二天 高龄一醒来 便跑到了儿子的房间 儿子果然不在了 房间里还有一些凌乱的痕迹 跟着那些凌乱的痕迹 终于在田野里 发现了一条巨龙 巨龙看到高龄 似乎是等待 忽而腾空而起 飞走了 而高龄满含热泪 默默地往回家的方向走去 野猫口神龙事件 就这样流传下来 和以往关于龙的传闻不同 野猫口神龙事件 太过于久远 并无任何资料 是当地老人们 一代代的口口相传 通过不断加工 以故事形式流传下来 有传闻称 在1984年 野猫口有人母鸡到 一个二十多米的怪物 从麦地里游过 它会是当年的神龙吗 又或是一条蟒蛇 我们不得而知了 可如果这个世界 从来没有存在龙 古人又是如何舍近求远 放着猫等常见的动物不选 转而选择了虚无缥缈的龙作为生肖呢 围绕龙的相关事件有很多 锁龙井传说 在中华大地多处 存在有锁龙井 游以北星桥锁龙井最为出名 传闻 锁龙井下困着的就是真龙 1934年银口坠龙事件 04年走进科学 专家认为 这是鲸鱼搁浅 然后骨骼拼错 而当年 老人们的目击 似乎成为了集体幻觉 此年 央视的龙颖遗骨 再次讨论 认为 专家的鲸鱼推论有误 银口坠龙事件 是大自然之谜 1996年出土于贵州省的 新中国龙画时 龙手上 有对称的一对龙脚 与神话中的龙 非常相似 而古生物学家曾长期认为 长脚的龙 是上古鲜明虚构的形象 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之中 你认为龙存在与否呢 理由又有哪些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谈谈你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